來看這個生活健康方面的消息 我們知道這個假粉對身體不好 不過這個假粉其實會讓人落催 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有一個假粉已經吃了四十年的這個女生 半年前這個催起開始又在熱 痛 又悠悠海海就要落去了 去看醫生之後 比較知道這個原來就是假粉所造成的 本來的三十二季的村子 現在只剩下六季是真的 五十二季王先生 本來就是已經有四十年的時間 因為他等時間吃菌 造成的糾便 去花家 去肉都被破壞 催起牙不漏一漏 現在只剩下五季之一 差不多有漏氣是真的 必須可臨時代間催起才能吃東西 我的牙齒幾乎都是牙周病掉的 不是蛀牙掉的 所以就是因為抽菸 起床醫生說 很多人都知道吃菌對身體不好 但是常常不注重吃菌 才會對脆床造成沉塞 因為本來的年古典 會讓身體白費給風雨公靈跌路 沒辦法抵抗小菌 還會讓會更受受 並且會受苦冷革 而且不早吃菌的人 脆床衛生習慣比較壞 不常常洗脆 造成小菌一直疼 所以吃菌的人比一般沒吃菌的人 比較會引起到脆氣的危機 細菌的滋生會產生很多毒素 這些毒素之後 它就會生入我們人體 產生破壞性的免疫反應 讓我們的骨頭吸收掉 所以我們的牙齒基本上來講 它周圍的骨頭是被破壞掉的 以前建議想要有健康的養肌 除了要改分改變兩塊 擁生清潔的衛生習慣 並且要定期做檢查 這樣才能提早發言 提早在床 記者 總卡普登